身为日本知识的他,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,如今竟然吸猫了吧,而且这只猫还是普京大人给他送的,现在这只猫的生活真的是令人羡慕,知识不管走到哪里都好,一定会抱上一只猫咪,而他本人也曾表示过,不管到哪里去,一定要让猫咪跟着,要是没有了猫咪在身边,那就会浑身上下不舒服,因为个人的原因是这个,所以知识的老婆也是跟随着他的爱好,也吸上了猫, 就养猫,喜欢猫,一旦真的是喜欢上了,那真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的,只是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着,所以等到现在了,这还是没有变,他一直和老婆动不动就吸猫,吸猫也自然就会有人吸狗,普京大人,就十分的喜欢狗狗,就宛如狗狗就是他的宝,不管到了哪里,不管是不是自家的狗狗,普京也会低头的去看看狗狗,抚摸一下额头,这只丘甜犬是2012年,也是这只是送的, 普京可是爱得不得了,非常喜欢,走到哪里,这丘甜犬也就带到了哪里,有的人还很不理解,为什么普京总是喜欢带一只狗狗在身边呢,而且这丘甜犬还很不听话,总是给普京惹来了很多尴尬,可普京一点都不在意,只要狗狗没有事,那就够了,在普京的眼里,看到了满满的爱,一位总统之士都能这样的爱护动物,满满的爱,让人不得不敬佩他们呀。